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陈岳观点 我是陈岳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4号 星期二 那我在上海给大家问好 这期节目呢 我们来关注中美外交争执 中国和美国之间呢 大家知道从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呢 两国关系一直动荡不安 从这个双方 从中的贸易战到科技战 那到这一次的这个疫情 这个美国呢 特朗普呢 几次发言 那向甩锅给中国来摆脱这个事件的焦点 那中国的外交部呢 一反常态 那几位外交部的发言人呢 在这个开通的海外 推特账号上面呢 那轮番的炮轰质问 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尔 那最新呢 这个华春莹连发六条英文推特啊 来质问蓬佩尔 那引发了中美双方之间的这个外交的升级啊 那这个事件呢 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 那我呢 也想谈一谈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 首先呢 这个事件的焦点呢 应该说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 是从美国总统川普 那和一些美国的官员呢 将这次疫情的新冠病毒 那叫做什么呀 中国病毒啊 那他们这样称之称之为中国病毒之后呢 那显然是在污名化中国啊 那短就是从形态上来说 在污名化中国 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呢 使得在美国或者在西方的华人受到了心理上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那在实际上呢 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歧视 甚至是攻击啊 那我们在媒体上也能够看得见啊 在地铁里甚至在大街上 那就对亚洲人啊 亚裔或者是这个华人呢 进行言语和身体的攻击 那这一连串的事态呢 也愈发严重啊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3月20号的时候 连发的6条推特 那回应美国的指责 嗯 这一讲这些事情呢 就是 他目前呢 就是说从外交部的发言人 从华春莹到耿爽 到这个赵立坚 那么他们在推特上的质问呢 通常情况下 比较多的是针对美国的国务卿彭佩奥啊 美国的国务卿呢 他的职位呢 就相当于中国的外交部长啊 或者是呢 嗯 统领外交吧 有点杨洁篪的位置 有点像 也有点像这个王毅的位置 那么基本上外交的事务呢 是他在负责 那彭佩奥呢 以前呢 他是这个 美国的这个 间谍部门出身 那所以呢 他是 这个 似乎看起来呢 就底线比较低啊 那 他的推特里面是这么说的啊 说这个中国允许成千上万的人 离开武汉 前往意大利 这样的地方 那导致呢 这些地方呢 正在受苦啊 那 但是呢 世界卫生 世界卫生组织的各种专家也来 也说呢 这个中国的 就是说 过往对武汉的分城这些努力呢 那 避免了成千上万的人呢 感染啊 等等 呃 赵立坚是最近的新任的外交部的发言人 那上任的时间不久 但是他的几条 推特以及几次发言呢 已经引起了众多的关注啊 嗯 他在 赵立坚在3月20号 也在推特上面 进行了回击 他说 这个按照蓬佩奥的逻辑呢 美国是不是通过 驱逐啊 这个60名中国的记者 来封锁消息 那 呃 赵立坚说 那他们害怕被挖出丑闻吗 如果美国如此的透明 为什么不邀请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 调查 在美国的流感季节 死亡的2万人中 有多少是死于 新冠病毒啊 那赵立坚 还在推特上面写到 他的这个 这么写的啊 这个 如果有人声称 中国的出口产品有毒 那么请停止 戴中国制造的口罩 那穿中国生产的防护服 或者使用中国的通风机 这样你就能远离病毒 那赵立坚的结论是 政治病毒远比新冠病毒 来的更加可怕 那与此同时呢 那特朗普和蓬佩奥 他们先在美国的这个 特朗普 蓬佩奥 副总统 彭斯到美国的这个 防疫的负责人等等 一串人等等 他每天都会召开 记者这个新闻发布会 每个人都会说一些话 那在3月20号的 这一次的这个记者会上面呢 那特朗普和蓬佩奥呢 同时都说 这个中国拖延了 国际社会分享的消息 那这给世界各地的人 制造了风险 强调尊重中国和中国的领导人 习近平 但是不幸的是呢 疫情在中国失控 特朗普坚持认为 疫情是来自中国 蓬佩奥则提醒 不要相信各种不实消息 包括美军把病毒传到中国的说法 蓬佩奥呢 他这个 他提到呢 这个全世界 在推特上面呢 散播各种假消息 那针对美国啊 其实呢 那上面呢 是我们对整个事件的这种回顾啊 嗯 在这个2020年3月 我印象中是22号还是23号 有美国的这个 啊 华盛顿拥抱呢 那爆出了一个进爆的消息 就是美国白宫的一个密件 那这个发送给白宫的工作人员 上面明确的要求啊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消息呢 指向中国啊 就是说把所有的责任呢 推向中国 实际上是美国的 应该说是政府部门 在主导一场甩锅的大戏啊 就是把这个锅甩出去啊 这个上面明确的要求啊 是因为中国在啊 消息不透明 那不及时没有告诉美国 所引发了美国的这一期的事件啊 所以呢 转转这个转移 美国老百姓的这种呢 注意力 那从而呢 把这个矛头和仇恨呢 指向到中国 其实指向到中国呢 从长远上来说 对中美关系一定是非常大的伤害 那短期来说呢 呃 对中国本身的老百姓呢 其实短期影响不大 但是呢 对在美国的华裔美国人 实际上他们也是美国人啊 那影响是非常的大 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的 很多的这个社区 就是受枪的地方啊 那么居民呢 社区居民呢 开始去买枪 然后呢 囤积子弹 这里面呢 华人居多啊 因为华人在美国呢 相对于过往呢 他的过往的表现都是比较低调 务实 然后呢 经济情况也还不错 那基本上的中产的比较多 那 那可能开饭店呀 开超市这些 那他们避免在这个社会混乱的时候呢 被抢呀 或者是各种这治安事件 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啊 OK 那这整个的事件呢 呃 我想呢 谈一下我的个人的看法 那呃 看了这么多的话 我们知道美国的特朗普呢 是随嘴就是 就是失去了过往美国的领导人的高度啊 我们所谓的高度就是 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你在道德 节操 甚至你在说话的用词上面呢 都要非常的 呃 要有高度 因为你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带领这个国家 你是一个象征 对吧 但是我们看特朗普显然不是 他反正就随口乱说啊 前言不对后语 然后呢 今天这么说 明天那么说啊 就是实在是 呃 这个在我们中 特别中国人的传统认知里面呢 就是有点像是这个 不就是不尊重自己 也不尊重其他人啊 那呃 这个做得不好 那蓬佩奥呢 就更不用说了 他我们刚才提到 他是这个特工组织 特工组织出身的 美国CIA出身的 所以呢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就是美国的特工组织呢 会利用谎言 然后呢 武力 欺骗 各种各样的手段呢 达到这个 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啊 所以呢 他应该说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底线的啊 呃 他们最近呢 美国的这个高官的脏水呢 一遍一遍的泼向中国 那呃 这样的一个事态呢 引起了很多国内的人的 呃 讨论 呃 有两 非常明显的两派的意见 一派意见认为呢 这个 得得好 对吧 就是 反正你泼脏水 我也泼脏水 对吧 你说 其实你是不是呃 美军带来的 不知道 那是不是就源头起源于武汉 而不知道 那 甚至有没有可能是呃 欧洲国家或其他国家呃 先爆发的 而不知道 而因为现在意大利的 全球知名的病毒学家 说在意大利9月份 10月份 其实就已经有了啊 那 那到底怎么样呢 其实都不知道 那在这种未知的情况下 反正大家就相互泼脏水 对吧 也不用 就是没有证据 所以这种谎言 是很难辩解的 因为你要证明 它是谎言 它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你怎么去证明呢 对不对 就像说 我我要证明 呃 这个今天早晨我来过 来过这里 那 我总归能看到一些东西 那如果说你要证明 我没来过这里 我反正 对吧 就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谎言 你是很难去证明 对 它是个谎言嘛 对吧 然后呢 那呃 国内呢 这个很多人评论呢 就是支持的人很多 认为反正就是泼脏水嘛 就相互泼吧 呃 那美国这么干 我们也这么干 对吧 没问题 没毛病 那怼得好 对吧 先撒了气再说 对吧 那还有一排认为呢 这个呃 外交中国的中国人呢 比较低低调 内敛 然后呢 就是所有的事情呢 首先呢 会去觉得 哎 会不会是我的问题呢 对吧 那我们呢 先把自己的呃 想好 有百分之百确凿的证据的时候呢 我再去告诉他 哎 你看这个确实是你的问题 对吧 不是我的问题 所以中国人呢 就是在 包括在世界上 我我我之前到东南亚也好 到印度也好 到其他地方 很多人呢 就很爱去表达 但中国人呢 就不太爱去说太多东西 那呃 于是呢 就有这样一种思维 认为呢 第一呢 你是这个中国人的外交部发言人 所以呢 你应该 有一种高度 就是你不能说美国 美国的这些 选出来的这些这个领导人呢 就比较low 那你也跟着low 那这样不好 那还有另外呢 就觉得呢 呃 你是外交部的发言人 那多少呢 也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 因此呢 要有高度啊 这是一种观点 所以呢 这一批的人呢 就把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呢 叫做战狼发言人 就是战斗力超强 然后呢 这个都是战狼啊 那都是鹰派啊 那最近呢 在朋友圈也有些文章 那就认为呢 在外交领域呢 是不可以是鹰派的啊 就外交领域呢 一定要是鸽派 因为呢 呃 像部队啊 这个民间的 这个百姓之间的这种相互的 比如说网民啊 怼来怼去的 对吧 那已经这种啊 对抗的气氛非常浓厚 那么外交部呢 外交人员呢 应该是非常的身段柔软啊 要是相互 要能够有这种啊 鸽派的表现 这样形成 这个两只手嘛 对吧 一硬一软嘛 对吧 那怎么看呢 那我的态度是什么呢 啊 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 呃 现在这个局 世界局势呢 是比较混乱的 就是说 中国呢 一直是在国际上呢 一直没有媒体话语权 这个呢 是中国的一个弱点啊 俄罗斯有俄罗斯的 那个 今日俄罗斯 那俄罗斯呢 他的这个 呃 是比较叫IT 对吧 呃 这个 是比较厉害的啊 那他的媒体 其实蛮强的 那半都 中东地区呢 有个半导电视台 那半导电视台也很强 载券也很有影响力 那中国经济呢 作为世界第二 那 基本上 和中国的经济地位呢 他的这个媒体地位来说呢 是不匹配的 而中国的媒体在国际上 没什么话语权 我说实话 我看中央电影台也好 或者是那个叫什么 中央国际广播电视台 也好 在在全球的 就是比如YouTube上面 或者是海外的各个媒体平台上 包括Facebook上面 他们的这个 视频也好 这个各种采访呀 呃 纪录片呀 点击量很小 就大家都不关心 不看 那为什么呢 其实讲白了就是不好看 对吧 不劲爆 没有消息 没有内容 对吧 那 你看这个欧美媒体呢 那双标啊 动不动就是 就是把这个逼格拉得很高 对吧 然后但其实里面呢 消息呢 很多可能 证明呢 都是不就是正伪的 就是最后发现可能都是不对的 特别是关于很多中国的报道啊 那所以我觉得呢 中国的媒体要想在世界啊 这个引起关注呢 抢夺话语权的 就不能够太千千君子 太阳春白雪 你什么都搞得这个高对高 对吧 弄得那么 就是太太讲究的话 那你这个就媒体新闻 肯定是 肯定是不劲爆的呀 对吧 那你要你要跛到眼球 就是老百姓就是这样吧 那海外的老百姓的 坦白讲 水平也就那么高 对吧 那你要是能够把自己的观点 传播出去 就争取话语权吧 让别人看得到 对吧 中国人 我们自己也是有自己的观点的 对吧 比如说 你这个蓬佩奥四处天天讲中国病毒 中国病毒 那如果外交部发言人 还是跟以前一样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 我们敦促美方人员重视这个科学精神 那么中国为全世界做出了贡献 讲一大堆 最后发现了 反正也没人听 对吧 外国老百姓呢 也不想听 反正就这样 那反而呢 是什么呢 大家还记得这个CGTN 就是去年有一个叫刘欣的一个主持人 女主持人 很优秀 对吧 英文也很好 那他在节目当中呢 就怼了美国的那个Fox的那个主持人 叫什么梅根是吧 叫什么 那就说这个就污蔑中国的很多观点嘛 他就把他给一顿怒怼 怼完之后就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你看这个吵起来吵起来了 中国的女主持人开始怼了 对吧 那这个就很多媒体开始报道 传播啊 很多网民也很很嗨 对吧 跟进 那后来呢 就他们就开始就是在推特上面呢 相互留言啊 那最后就约战 对吧 就是在那个啊 这个Fox的那个节目 当中呢 主持人的节目当中呢 连线 留心 相互辩论 全球媒体呢 相互期待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认为呢 你就表达你的观点就好 你就不用去 反正不用恶意的攻击就好 你就表达你的观点 比如说这次赵立坚或者花春莹 他就说 没有科学的根据之前 对吧 你这个污蔑中国人 对吧 那你们怎么不透明报告呢 你为什么不像这个 让WHO呢 去美国进行调查呢 那你去年这个两万多个 2000多万的流感患者 死了两万多人 美国人 那么他们真的都是流感吗 你们有没有清晰的报告呢 你们有没有化验呢 哎呦 我觉得 讲嘴都挺有道理的呀 对吧 那你 你天天说中国不透明 那你这些 你为什么 你包括就是在武汉的那几个军人 美国派专机 把他接回到美国去 这几个军人体内有没有抗体 有没有新冠的抗体 那可以查一查呀 那你要透明呀 我觉得是可以 所以我认为没有问题 我个人认为没有问题 在现在这种新媒体的时代 那要传播出去 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去 就不能把说话 搞得就像写 一个写小说一样 对吧 左思右想 然后呢 说的话呢 平淡无奇 也没人听 那你所有的人都听不到你的声音 你外交部发言人 你发的是什么言呀 对吧 虽然你讲的话可能 都是非常严谨的 对吧 但我的观点是认为呢 就是说 也不是专业 就是你的专业还是要在的 就是绝大多数 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 你还是要像以前一样 就是要严谨 客观 公正 要怎么样 对吧 那在少数的时间呢 你在推特上面 这不是外交部发言人 在就是外交部里面 做发言的时候的一个官方场合 那么虽然你的身份 是外交部发言人 但是你在推特上面呢 表达一下你的看法 对吧 那更网民化的一些语言呢 那让这些信息呢 传播出去 我认为呢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一种尝试吧 至少是 当然了这种侮辱啊 攻击啊 我觉得不需要 但是就是你去做一些质疑 做一些挑战 说你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或者说你哪些哪些地方 做的不好 对吧 那你要透明公开 我觉得是没问题 对吧 那我遇到了很多 就是包括我的同事 还遇到了一些人 他们很多呢 都是中国的 清华 北拉 就很好的学校 然后去美国留学 搞的就是那种 经营主义特别严重 然后呢 就是美国的一切都是 还有这种心态 就是外国的月亮 比中国圆 就这种心态挺严重啊 我真的就遇到一些 特别以前在外企 在咨询公司啊 整天逼个拉得很高 对吧 我觉得呢 就是有点不使人间烟火了啊 我们既要能够 对 阳春白雪 又要可以下里巴人 也要 有的时候呢 当别人丢你泥巴的时候呢 你也能够捡个牛巴 泥巴给它丢回去 对吧 那我觉得呢 我个人的观点呢 我是支持的啊 只是说这个度呢 控制一下啊 别要只剩这个户腿啊 没有专业呢 不行 对吧 专业还是还是还是根本啊 那在百分之几 就是少数情况下呢 那么在海外的这些媒体场合呢 那传播中国的一些这个质疑和声音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啊 那这个呢 就是我的观点 那这期节目呢 就是想和大家这个聊一下这件事情啊 那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